所以如果說我有方法二 所以方法二就是把宋春白再丟進來 那怎麼把這個 比如說我今天做了兩個塗層 前面有眼睛對不對 你可以把眼睛閉起來 他就看不到了 他就只看到 比如說要看白色塗層 就白色的 看到黑色 那如果只看黑色 可以從前面這邊去看塗層 另外如果說你要把某個塗層刪掉的話 記得往下拉 拉到哪裡呢 這邊有個垃圾桶 請你往垃圾桶丟進去 也就是 對 移一下位置 然後把這個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白色的刪掉 那就移到底下這邊的垃圾桶 放開 他就刪掉了 所以以後要刪除 某個塗層的話 就往下拉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也是Adobe 慣用的一些操作模式 所以如果你習慣這種模式之後的話 以後你去使用Adobe其他軟體 你就會很順手 像什麼Dreamweaver啦 或者是 InDesign啦 或者Ellustrator啦 其實它的操作起來都差不多 那我是強烈建議 如果你對於那個什麼企劃啦 對於一些基本的一些美編啊 或者是文編啊 或者是跟編輯有關係的 這些呢是絕對必要的 因為現在已經不缺那種傳統編輯 缺的是所謂的數位編輯 所以你基本上說真的 那學校也沒有教你數位編輯 但是你又想要成為一個編輯 那怎麼辦 你還是得要自學啊 不然這些東西就是你的門檻 即便你很有才華 但是你也進不去 好像我認識有學生 也是中文系的 他就對商桌很有興趣 所以他什麼 他在畢業之前 他就學校有機會 就到學校去跟商桌那邊 好像有那個實習的機會 然後他畢業之後 他就到商桌 然後他跟我講說 那邊實際上最缺的 就是數位編輯人才 可是他就說 目前因為文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 這部分都太弱了 所以怎麼辦呢 只好可能他們要再 額外花時間培養他們 所以只要太花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在畢業之前 這些都學的差不多的話 我相信你將來的出路一定會非常廣 尤其像Adobe相關的系列軟體 Photoshop是最基本的 再來像什麼Illustrator 或者是像做網頁的Junweaver 或者像做那一些數位出版的 像InDesign InDesign InDesign 這個軟體的話 當然一般坊間比較少 少用到 不過如果你要做編輯這些必要的 Adobe相關的軟體 如果有興趣 各位可以再了解 按右鍵 比如說我今天呢 再做一個 但是方法用方法二 比如說一樣的方法 但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有 比如說我今天 把剛剛的那個圖層先刪掉 那我教各位第二種方式 什麼方式呢 這邊一樣是黑 兩個都黑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 白的快速選取 那剛剛是利用什麼 魔術棒工具選取 那如果說我要用方法 因為它背後 全部都是透明的 所謂透明就是有點像格子狀的 那我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什麼方法 直接特別注意 選取的位置很重要 請你選取這一塊 按右鍵 記得喔 不是這邊按右鍵喔 是在這邊按右鍵 它會出現有一道選取像素 那什麼叫選取像素 意思就是說 因為它這張圖 剛好是背後是透明的啦 所以透明的話 要有像素的位置 自然就是黑色的位置 所以你按選取像素之後 就直接選好了 比你剛剛還要再做 好幾個動作會快很多 一樣編輯什麼 編輯這邊有一個叫做填滿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填滿 然後一樣填上白色的 記得再把它什麼 取消選取 取消選取 這樣就OK了 再利用那個移動工具 點它一下 向左 大概一二三 一二三 大概三下左右吧 那最後把這兩個 一起選起來 按序格鍵 再怎麼樣呢 兩個一起選按右鍵 再怎麼樣 連結圖層 記得喔 把兩個合併為一個 合在一起了 所以這邊的話 有點像用那個 這個連結 把它串連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旁邊會多了兩個圖示 表示這兩個已經串連在一起了 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把這個按右鍵 直接做複製圖層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我們102 那我這邊有一個102的文件 所以你在選取的時候 它也會出現102 不過前提是你已經開啟了 開啟 所以直接幫我把這個兩個圖層 連結後的這兩個圖 幫我丟到這邊來 這個時候的話按確定 那我們來102看一下有沒有 有了對不對 那位置不對 所以用移動工具 把它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差不多的位置 大概是這裡吧 那哪裡是差不多的位置 其實請各位參考什麼 這個 宋春 這個是完成的 這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這樣切 切過來 好像已經差不多了 不過好像還要再過去一點點 所以你用那個什麼 箭頭 向右 這樣切 這樣切 好像還需要再往下一點點 不過這個吹毛 吹毛球吃 你可以移動到剛剛好的位置 那最好 OK 這裡的話畫面在旁邊 各位試一下